大家好,我是南山,我们继续来讲关于天干五合的情况 这两个我们举个例子 甲银,引害,几位,人生,这是一个空灶,空灶就是女命 在这个八字里边,有冲也有合,怎么个冲法呢?我们看到,银和升有一个冲 因为这两个不是讲冲五盟五令,还有个银害相合 讲天干五合,我们来看,甲银,是甲银相合 甲银相合 上词讲了甲银是玉龙耳的话,这里面没有龙,是什么呢?亥 亥在哪呢?说丁仁合,如果在亥,它是掌声就可以 因为亥呢,亥毛为三合木曲 很显然,银害一合以后,它增加的是甲银木的力量 甲银相合,化为土 我们一个一个写到这儿 甲银和土,现在是什么呢?水木很旺,合不成 合不成,是不是就不合了呢? 当然不是 合不成,它也在合 我们看到很多交朋友的,和合作的,一块做事的,就是在合作 比如说做生意,合伙做生意,都是在合作 生活大众呢,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也会有临时合作 在影视作品里面也会有 本来是仇人,本来是敌人,为了共同的目的 暂时合作的也有 所以说呢,合就是合 成不成,话不话,先别说 它是有甲银相合在这儿 甲银相合在这儿 说站在己土来讲 甲银是什么呢?甲银是一个正观 乙木呢,是一个偏观 命主与正观相合,是明正,严顺的 偏偏呢,出来一个偏观 我们来看,家籍相合,这是一个正观 明正严顺的相合 这乙木在这儿干嘛呢? 它在中间插一杠子 啥意思呢? 乙木跟己土讲了 你看我们每天在一起 我们又这么近,对吧? 哎,套点近哦 这就叫什么呢? 改 用一个字写,这就叫琴 除了净水楼台之外 喊甲,说什么呢?你看 说,嗨,某位 你看我们 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乙木在这儿 把甲银和己非割开了 我们想一想生活当中 假是正观正乎 然后这是个偏的 把正观给割开了 这什么意思啊? 就有点什么呢? 正观不能长期在一起 偏观充数 偏观充数 这是一个五合 它起到这样的作用 起到这样的作用 另外一个 站在极土我们看到 营中有甲木 嗨中有甲木 胃中有乙木 这里面很多 我们看到 甲银,甲银,这么多 并且是甲银要合 害味要合 淫害也要合 这叫无处不合 这叫无处不合 所以在这个情这个地方 我们再加一个字 叫多情 叫多情 大家知道意思了 大家知道意思了 作为一个空命 在生活当中 能够多情 能够无处不合 大家可想而知 这就是在一个八字里面 它能显示给的一些信息 我们能够从八字里面 去分析 去挖掘出 生活中的一些事 至于说这些事 什么时候发生的 或者是哪一年发生的 只要结合 最用 用同样的方法去推理 就能找到 这是五合的 这样一个例子 简单的 就讲到这 再见